阿希二會落幕 不只馬前總統本人 對成果很滿意 馬辦執行長蕭旭成 還在節目上侃侃而談 當天晚宴令他很難忘 儘管他強調 馬英九坊中行 受到高規格接待 但中共黨媒人民日報 十三號刊登的頭版報導 就沒如此高規格 這則以把握兩岸關係大局 續寫中華民族歷史 新輝煌為題的文章 通篇歌頌習近平 為兩岸關係指名方向 但完全未提 馬英九和馬希二會關鍵字 只提到習近平接見台灣同胞 就連馬先生三個字也沒寫到 第一先生變成先生之一了 每日的高峰會議已經結束了 那馬英九當然就沒有這些 勇家 進體覺得說這個是扶不起的 阿準 儘管馬辦指出馬英九和習近平 見面的東大廳 同樣是高規格用來接待外國 訪兵的地點 但過去聯席會的地點也在這 東大廳正式見證港澳回歸 特區化的場地 形同同鎮征服屠宰場 就連萊茵自家人都刻意淡化 不太明白為什麼國民黨 沒有那麼的權力支持這件事情 呼籲國民黨要去正視自己的價值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也就是中國 馬辦感嘆一中思維連國民黨都不挺 而陸委會新民調也指出 近八成民眾不認同九二共識 獨獨被中共黨媒稱呼台灣同胞的 馬前總統似乎還沒清醒